是你 不是我 你假扮船夫跟着我 又来偷听 你到底是什么人 饶命 你先送我 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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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小的就是一个 跑船的 我这送客官来这 这春风院 我也不知道 这春风院是哪 我这一来 我这一来才发现 春风院是个妓院 我就想 小的我这也没见过 什么世面啊 我就进来 但小的穿的这身吧 也不是熟客 没什么人招待小的 小的就在这二楼瞎晃悠 这晃悠着晃悠着 就看见屋里有好多金银酒气 我就想伸手拿几架 结果 结果小的就 小的错了 小的再也不敢了 你 只是为了偷东西 没有别的企图 小的糊涂 都是小的一时糊涂 这 这 偷的东西都在这儿呢 你看看 都在这儿 好 果然是我院里的东西 客官 小的真是一时糊涂 偷的这些都给您了 还有还有 之前客官赏给小的 这一并还给您吧 您就饶了小的这一命吧 小的 家里还有五旬的老母 还有七旬的祖母呢 您就看在小的 这么不容易的份上 您就放了小的吧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小的就先走了啊 客官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这身上 真的什么都给您了 您不信您搜 但您千万别 带我去见官啊 带你个小猫贼去见官 我没那个闲心 不过 你一个小小跑船的 居然会武功 我这 跑船的平时跟我这帮 船帮兄弟都会练点 但我这三脚猫的功夫 这不一碰见您这武林高手 我不就不堪一击了吗 妈妈怎么看的 一个穷跑船的 教训一顿就放了 他可不是什么穷跑船的穷小子 这丫头鬼着呢 丫头 你没看出来呀 这是个姑娘 还是个厨呢 敢来我春风院偷东西 你胆够肥的呀 来人 把这女性给我抓起来 走 干什么呀 追着 干什么呀 放我出去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是是是是是是 那在下就回京复命 好 先告辞了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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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这个一脸牛菜像的人 就是孙福 可他现在不是应该 被朱哥哥他们绑了吗 难道朱哥哥他们失手了 知府大人 您可许久未来我这春风院了 姑娘们可都惦记着大人哪 妈妈帮我找一个厨 这 怎么 不舍得呀 哎呀 不是 妈妈 你可别忘了 这县官不如县管 这春风院 毕竟还属于我的地界呢 好吧 不过 这丫头她性子也 我得先找她说道说道 一面冲撞了大人 快带我去看看哪 好 这老宝说的性子也的姑娘 不是我吧 那我得赶紧离开 嗯 嗯 不对 既然朱哥哥他们已经失手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将功不过呢 嗯 对 我得回去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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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别哭了啊 妈妈 我再也不偷东西了 你千万别把我送我关行不行 傻丫头 你长得这么俊 我怎么舍得把你送关呢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哦 还有你偷的那把银壶 我送给你 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只要你看上眼的 妈妈我通通都送给你 怎么样 妈妈您这是哄我呢 哎哟 妈妈我可是言出必行 不过呀我要是放了你 那你是不是也要替我做件事情 什么事啊 你去陪知府大人一夜 只要你把知府大人陪开心了 那你偷东西的事我既往不救了 还有我许诺给你的这些东西 通通都送给你 但是妈妈我 哎哟啊像你这么年轻 又生得这么花容月貌的 难道你真的要做大佬啊 丫头你是聪明人 要怎么做还用我说吗 可是人家还没出阁呢 所以才让你陪知府大人呀 哎呀 其实女人哪 早晚是有这么一天 是要清白还是要自由 你自己选一个 就一个晚上 那那我还是选择自由吧 不过妈妈 您承诺过我的那些东西 可不能食言啊 哎哟 您放心 妈妈我是讲信用讲原则的 快快快 给姑娘梳洗打扮快 姑娘请吧 各位兄台 姑娘好久不见哪 是啊是啊是啊 是我让你开心熟 咱们干了就最后一杯 Pak 快点 钱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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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请 好 快快快 见过大人 知府大人 你怎么知道我的 是妈妈说的 说您是知府大人 让我好好伺候您 这个 果然是个厨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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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伺候啊 不错 知府大人 那个 妈妈跟我说啊 您今天遇到刺客了 让我给您倒几杯酒 压压惊 好 谁啊 这吃了豹子胆了 敢行刺您啊 就几个无名小卒 不足为惧 那 那抓住了吗 可惜啊 让他们跑掉了 不听那些事了 今天晚上 你可得好好地陪我找找乐子 是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尽情地喝酒 好 不过这酒 怎么跟我往常喝得不大一样啊 这个酒是我专门为了让大人您押精准备的酒啊 您觉得怎么样啊 香 就和美人身上的味道一样香 大人 咱 咱俩玩骰子吧 好好好 来 我先来 好 你先来 您输了 大人 您输了 来 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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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输啊 这杯酒您得全喝了 好 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你这个小妖精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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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要不满呀 不搅你 不搅你 输了的话呢 您还得再喝一杯 这每次 为什么都是我输啊 可能我今天运气好吧 来来来 大人 喝 喝喝喝 让我休息一下 再喝点吧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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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府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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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玩骰子 从小到大明 诸谷就没人玩得过我 跟我玩 走 天哪 这人 跟个死猪似的 怎么抬啊 不行 外面都是他的尸尾兵 怎么办 救了 远州城大大小小的饭店 酒楼 客栈都找遍了 易欢到底去哪儿了 一开始我还怪的 没有在河边接应我们 现在 我只希望他平平安安就好 你们看 是易欢的暗号 大师兄 小师妹说他在春风院 可这春风院 是什么地方啊 春风院 凭着像是妓院的名字 可是欢妹 怎么会在妓院呢 你们看 小师妹说他 在妓院里抓到了酸符 让咱们赶紧去接应啊 朱哥哥 你们总算是来了 慢点啊 樊姐姐 这个人就是孙福 不过你们放心吧 我已经把他惯的 不省人事了 果然是他 这个老狐狸 环妹 你怎么穿成这样 我这是迫不得已吗 朱哥哥你就别生气了 我能不生气吗 若不是你擅自行动 划走了接应的船 我们怎么会落入 孙福的包围圈 卿城为了救我 还受了重伤 徐姐姐怎么了 严重吗 已经服下解药 没什么大碍了 只需要运工几个时辰 就能排出余渡 事情败露以后 孙福下令全城搜捕我们 我们不能回原来的客栈 还好叶师弟计划周密 事先准备了一处民居 让我们暂时有了 安身避祸之处 卿城也有地方可以养伤 大师兄 其实这次任务行动失败 也不能全怪小师妹 没在纸丁的地点 建议我们 主要还是这个老东西 太老金巨花了 而且咱们过于轻敌了 对吧 算了 你能抓到孙福 也算是将功折罪了 只是现在外面 到处都是孙福的人 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把孙福给运出去 我知道 老办法 龙少爷 酒楼就要打烊了 我看您等的朋友 不会再来了吧 不如我们先回府吧 要不太夫人知道了 又要怪罪独裁了 我看你 冲哥哥 你太动了 你怎么 别闹了 办正事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 不管你叫猪哥哥了 应该叫你 朱小妹 别闹了 朱小妹 走了 慢点啊 站住 干什么